日本北海道周四发生6.7级强震之后,到昨晚9月8月已经发生了超过130次余震,日本气象当局警告,下来几天那还可能发生强度达7级的强震。 日本媒体报道,截至昨天北海道地震的死亡数字,以上升到35人,伤亡最严重的是震后,以发大规模杀起滑坡的重灾区后真丁,那里仍有5人失踪,整个北海道有超过600人受伤。 日本内阁秘书长坚义伟,昨天在记者会上透露,约有4万名包括自卫队在内的救灾人员,还在予以计业的搜寻失踪者,当局出动推突击,竞选以及75价值升级权利配合所有行动,由于震源附近的发电厂系组全部受损,整个北海道在地震后失去电力供应,约300万互受影响。 昨天凌晨,北海道电力公司宣布,约293万用户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闸晃是新潜碎机场的国际航班,在停北两天后昨天也全面恢复,前一天复航的国内航班估计恢复至平时的约9成,北海道的子弹列车服务,则已在周五通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在首相官地举行内阁会议时透露,政府会继续为灾区提供紧急物资,确保饮用水、粮食以及自备发电机,所需的人料都能送达。 目前仍有3万1000户断水,有16000灾民人贩助避难所。 针对停电情况,安倍说,北海道的停电用户已经减少质量万户,现在正全力抢修停电地区的供电设备,希望全体居民能尽全力配合节约用电。 菅义伟也呼吁北海道的530万户居民和商家从周一起节省用电约100%时,他提醒,一旦使用量上升,到供应无法负荷的程度,政府可能被迫采取轮流停电的措施。 日本上一回实施轮流停电措施,是在2011年3月,当时东日本就一道地震领发大海啸,导致辅导河电厂发生泄露事故。 关系机场恢复部分国际航班不过,一些日本企业到昨天还是无法恢复生产。 风田汽车公司宣布,它在北海道扇小木市的变速器工厂在地震后关闭,公司周一10月将在停16个工厂的生产线,等市场情况后,才决定什么时候复产或是否延长停产。 在日本的关系地带,因此验台风而淹水的关系机场在关闭4天后,昨天也恢复了部分的国际航班。 共同事报道,廉价航空公司乐陶航空的12个航班和包括首个复航航班,在内的全日空两个航班恢复了起降,与7日直部复航的国内航班相同,国际航班也使用未遭水煙的第二航站楼和B跑道。 被延台风自律来袭后,关系机场因第一航站楼和A跑道积水而关闭。 此外,连接关系机场和圈左野市的公路与铁路大桥在强峰中被货船撞机断裂,大桥因此关闭。 交通中断,机场人工岛上包含工作人员在内约8000人被困,两天后才输散完毕。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